今天聊一个让人闻之色变的疾病,癌症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癌症会成为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 为什么有些动物,比如大象,几乎不得癌症 癌症到底是怎么来的 今天,我们要一起揭开这些秘密 欢迎来到10分钟的查理说 在这里,我将与你分享十下热门 以及与大家试试相关的话题 我们先从最基本的聊起,癌症到底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癌症就是我们体内的细胞失控了 细胞本来会按照身体的需要,有序的分裂,成长,死亡 但有时候,因为基因发生了变化 细胞开始不受控制的疯狂分裂,形成肿瘤 甚至扩散到全身 这就像身体里突然冒出一群丧失 到处搞破坏感染至全身细胞 后果可想而知 根据数据,癌症是全球主要的死亡原因之一 每七个人中就有一人死于癌症 光是2022年,全球就有将近250万新发肺癌病例 180万人因此去世,肺癌更是癌症死亡的头号原因 更让人头疼的是,癌症的成因到现在还是个谜 有时候是遗传基因出了问题 有时候是环境因素,比如吸烟,阳光辐射,或者化学物质的影响 在美国,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在一生中会得癌症 乳腺癌是最常见的类型 而肺癌则是致死率最高的 听起来是不是很吓人 但别急,咱们接下来要聊的 可能会让你对癌症有全新的认识 说到癌症,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叫做皮疗悖论 这是英国统计学家理查德 佩托发现的 他注意到,体型越大,细胞越多的动物 按理说应该更容易的癌症 因为细胞分裂次数多,突变的机会也多 比如大象荷兰金 细胞数量是人类的上千倍 照理说它们应该是癌症的高发群体 但事实恰恰相反 它们的癌症发生率低的离谱 这是为什么呢? 科学家研究发现 大象体内有一个超级守护者基因 叫TP53 这个基因被称为基因组的守护者 它的作用是检测DNA损伤 一旦发现问题 就会命令细胞自毁 阻止癌细胞形成 而人类只有两个TP53基因副本 大象却有20个 这就像大象体内有20个保安队 随时巡逻 发现问题立刻解决 难怪它们不得癌症 科学家甚至把大象的基因机制 作为研究人类抗癌疗法的重要线索 癌症虽然现在是人类的大敌 但在远古时代 它可能救过无数生命 在地球早期 当生物面临重大环境危机 比如氧气浓度突然升高导致的氧化压力时 细胞突变和快速分裂其实是一种生存策略 癌细胞那种不死的特性 可能帮助某些生物适应了极端环境 存活下来 甚至演化出新的物种 虽然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 但确实有科学家提出 癌症的机制在进化史上可能扮演过重要角色 科学家提出癌症是多细胞生物进化的副产品 随着生物从单细胞进化到多细胞 细胞间必须协作并抑制无限制分裂 否则就会产生类似癌症的现象 这说明癌症机制与物种演化密切相关 但癌症本身并非帮助生物演化 而是促使生物发展出更完善的防御机制 当然 这不代表癌症现在是好东西 只是说它的存在有更深层的生物学意义 我们不能只把它当成敌人 也许未来 我们能利用癌细胞的特性来开发新疗法 比如用它们的快速分裂能力来修复组织 或者治疗其他疾病 这方面的研究还在早期 可能还需更多时间才有进展 癌症的发生 很大程度上跟基因有关 基因就像细胞的说明书 告诉细胞什么时候分裂 什么时候停止 但如果这本说明书出了错 比如基因突变 细胞就可能失控 开始疯狂分裂 形成肿瘤 这些突变有时候是遗传来的 但更多时候是后天环境因素导致的 饮酒 长期大量饮酒会增加口腔 咽喉 食道 肝脏 乳房等癌症风险 不健康饮食 高脂肪 高热量 红肉和加工肉类摄取过多 蔬果摄取不足 与多种癌症相关 肥胖与缺乏运动 超重 肥胖和久坐生活方式会提升多种癌症 乳结肠癌 乳腺癌 乙腺癌等风险 环境与职业曝露 接触有害化学物质 如食棉 本 冬气 三氯乙烯等 空气及水污染 二手烟等 辐射 包括紫外线 阳光 晒黑灯 电离辐射 如X光 放射性物质 病毒和细菌感染 如人类乳图病毒 HPV 幽门螺旋感菌等 这些病原体可引发子宫颈癌 肝癌 胃癌 慢性发炎和免疫痣 长期慢性发炎 免疫系统功能低下也会增加癌症风险 年龄 虽然不可控 但年龄越大 累积的基因损伤越多 离癌风险越高 荷尔梦因素 如长期使用雌激素类激素 某些避孕药等 不同癌症的突变率差别很大 比如肺癌 截止肠癌和皮肤癌 突变率特别高 而一些白血病和甲状腺癌则相对低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癌症更容易扩散和复发 因为突变越多 细胞越不稳定 癌症就越难控制 听到这里 你可能会问 大象的抗癌基因这么厉害 我们人类能不能借来用用 其实 科学家早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了 他们希望通过模仿大象的TP53基因功能 开发出新的抗癌疗法 比如 如果能增强人类细胞中TP53基因的活性 或者找到类似的机制来保护DNA 可能就能降低癌症的发生率 甚至减缓癌症的进展速度 除此之外 癌症治疗也在不断进步 从1990年代开始 美国癌症死亡率已下降约33% 当于拯救了超过400万条生命 早期检测和治疗方法的改进 比如手术 放疗 化疗 以及最新的免疫疗法和靶向疗法 都让癌症不再是绝症 比如 免疫疗法中的CAR T 细胞疗法和检查点移制剂 在治疗血癌和黑色素瘤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功 还有 针对肺癌的早期筛查技术也在进步 研究显示 使用低剂量CT筛查高风险人群 可以将死亡率降低20% 如果美国一半的高风险人群接受筛查 就能避免超过1.2万人因肺癌死亡 聊了这么多科学知识 咱们还是得回到现实 虽然我们没法像大象一样有20个TP53基因 但我们可以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来降低癌症风险 吸烟 肥胖 缺乏运动 这些都是癌症的重要风险因素 研究表明 健康饮食 多吃蔬果 少吃加工肉类 解盐限久 都能有效降低癌症风险 运动虽然累 但比起跟癌细胞赛跑 还是跑步机比较友善 蔬菜水果虽然没炸鸡箱 但至少吃完不会被医生念 此外 定期体检也很重要 早发现早治疗 能大大提高生存率 比如 早期肺癌患者如果在诊断后一个月内手术 10年生存率可达9成 所以只要早发现早治疗 10年后还能来医院跟医生抱怨挂号费涨价 有个22岁血癌患者欧廷华 靠着幽默和乐观走过治疗过程 自称血癌女神 开设粉砖 这女孩有病 她说 其实我们都有病 只是有些人还没发现而已 与其说句加油 不如说个笑话吧 有了快乐这季特效药 无论癌症 低潮 我们绝对都能笑着度过 这种自嘲 不但让自己过得更轻松 也鼓励了很多病友 癌症 这个让人闻之色变的疾病 背后其实藏着生命的奥秘 它提醒我们 生命是如此脆弱 但同时又充满韧性 大象荷兰金用它们的基因告诉我们 进化可以创造出惊人的防御机制 而癌症在远古时代可能扮演的角色 又让我们看到生命为了生存所展现的无限可能 现代人生活节奏急速 容易忽略身体给我们发出的警号 其实最清楚自己身体的人莫过于你自己 当出现任何异常情况 已应立即咨询医生 若能及早发现癌症 治疗方法的选择及痊愈率亦有所增加 癌症的话题很沉重 但它也是一个机会 让我们重新认识生命 珍惜当下 如果你有什么想法 或者身边有相关的故事 欢迎在评论区跟我分享 让我们一起探讨 一起成长 你们的订阅是给我的加油 赞好和留言是演算法的爱心 每周五晚固定有新影片 我是查理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